非常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石岳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款非常简单的手提栏包包的勾法 主要用的针法是长针和短针 看一下圆形的包底 加到一定的针数之后呢,就开始编织的包针 一直勾到这里,把包带勾出来 下面我还是以小号的为例给大家做演示 包底是圆形的环形起针 14个长针为圈 然后有规律的加针 一直加到3的倍数就可以 大家根据自己需要的大小去加针 加到3的倍数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我还是以3.2毫米的勾针 中粗的毛线做演示 首先呢,我们手指绕线 在这个圈里面勾出14个长针 先做一个起立针 做一个长针 继续在这个圈里面勾出13个长针 大家把这一圈勾完 13个长针勾完 加上起立针 一共是14个 然后我们转一下这个线头 其中有一根是活动的 我们继续拉活动的这一根 把它收紧 之后再拉这个线头 在第三个辫子上 做一个引拔针 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在每一个针目上面 长针的针目上面勾出两个长针 先三辫子起立 继续在引拔针的地方 再勾出一个长针 下一针里 勾两个长针 这一圈加完针 一共是28个长针 第二圈勾完 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是 隔一针加一针 先勾一个长针 三个辫子 作为一个长针 继续在第二针里面 勾出两个长针 先勾一个长针 下一针里 勾出一个加针 这一圈 这一圈加完针之后是42个长针 隔一加一 开始勾第四圈 第四圈是 隔两针加一针 先勾出两个不加不减的长针 在第三针里面 勾出一个加针 勾出两个长针 先勾两个长针 再勾一个加针 这一圈加完针 一共是56个长针 大家就是 数这个针数的时候 就是用 起针数 乘以 圈数就可以了 就像这个 14个长针 这是第1 2 3 4 第四圈 然后就是 14乘以4 56针 大家把这一圈勾完 开始勾第五圈 第五圈就是 隔三针加一针 先勾出三个 不加不减的长针 在第四针里 勾出两个长针 先勾四个长针 先勾三个长针 两个 三个 三个长针勾完 勾一个加针 第五圈 加完针之后 是70个长针 隔三针 加一针 大家勾完 开始勾第六圈 隔四针 加一针 这里呢 我们用 错开加针的方法 来勾出这一圈 因为每一圈的 加针的位置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大家如果说 勾大的话 就是容易这样 起骨 所以我们用 搓开加针 看一下 是隔四针 加一针 这里呢 我们先勾两个长针 把这个四针 分成两份 前面两针 后面两针 挪到后面去了 然后直接勾一个加针 勾完这一堵之后 后面的就是正常的针 后面的就是正常的勾支 四个长针 一个加针 大家把这一圈 勾到最后 还剩下两个长针 勾到最后 还剩下两个长针的针目 大家就直接勾 两个长针 在起地针三遍的这里 做一个引拔针 结束 然后这一圈勾完 是八十四个长针 包底呢 我就加针 加到这里 大家如果说 勾大一点 耗的话 就是继续往上加针 加到第九圈 第十二圈 都可以 只要是三的倍数 就行 下面呢 我们开始勾支 这个包身 先勾一个起地针 在起地针的位置 继续勾出两个长针 这相当于 在第一针里 勾出了三个长针 勾一个辫子 控两针 一二 在第三针里 勾三个长针 勾完三个长针 继续勾一个辫子 下面控两针 在第三针里 勾三个长针 大家按照这个勾法 一直勾到最后 三个长针勾完 勾出一个辫子 下面控两针 在第三针里 勾三个长针 勾到最后 还剩下两个针目 直接勾一个辫子 控过去 在这个提笔针 第三个辫子上 勾一个引拔针 这一圈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继续引拔到中间 一辫子上开始勾 下一圈 继续引拔 引拔到中间 一辫子上 大家记住 以后每一圈都是要这样 勾到这里之后 引拔到中间 一辫子上 开始勾下一圈 下圈勾法也是先三个辫子起立 在这里继续勾出两个长针 勾一个辫子 在下一个一辫子上勾三个长针 然后又是一辫子在下一辫子上勾三个长针 就是一直重复这个勾法 三个长针一个辫子在上一圈一辫子上勾长针 就是每一圈都要这样勾 然后勾到最后我们在第三个辫子上引拔 继续引拔到中间一辫子上开始下一圈的勾法 然后大家一直按照自己这个起针数的大小 勾到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包带的勾支 勾到需要的长度之后 我们开始勾支这个包带 首先呢先挑出两圈的短针来 在每一个长针的针目上勾一个短针 辫子上勾一个短针 大家就把这两圈的短针勾完 辫子上勾一个短针 每一个长针的针目上面勾一个短针 勾完两圈的短针 看一下 然后拿出两个记号扣来 大家平均分配一下 这一共是80针 然后从第一针和第40针做上一个记号 然后开始勾短针 这里呢我勾了一二三三个花形之后 我们开始勾辫子 就是勾短针 就是勾辫的针 辫的针的针数呢 大家是根据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 一直勾辫的针过渡到这里 这里我勾了50个辫子 开始看一下 从这个记号扣数一二三 我们在第三个花形上面 就是第三个花形往前 这一针里勾短针 勾到了记号扣这里 然后继续从记号扣数 也是数一二三 也是勾到这里 勾短针 大家一直勾到这里 从记号扣数往这一二三 已经勾到了这里 然后继续勾辫子 勾辫子之后 过渡到这里边 从这里数一一二三 再勾到这里 对应的 大家把这个勾完 勾到开始的地方 引拔结束 这样呢 两个包带就流出来了 然后我们继续勾之两圈 或者三圈的短针 然后在每一个辫子上 勾短针 这几圈的短针呢 都是根据这个包包的大小 自己去决定的 就直接勾短针 勾到了辫子针这里 依然是勾短针 直接挑两个辫子 大家也可以挑 后面这个里山 就是小凸起的地方 也可以挑这个小凸起里山 就全部勾短针 大家一直勾到最后 然后勾完这一圈之后 再去勾一圈的短针 和它的勾法是一样的 两圈的短针勾完之后 整个包包就全部完成 好 喜欢宽一点的肩带的话 就多勾几圈的短针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